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20年來我們發現有非常多的教育部高官 在退休之後有很高的比例 轉往私校去擔任私校門神 去私校擔任非常重要的要職 那我們認為說這樣反映出來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說他們退休之後又到私校 去領了雙份薪水 雙心陪貓這樣的問題之外 我們發現說因為教育部官員 他們在職的時候都想著他們退休之後 要到私校去擔任門神 所以在職期間在制定各種 關於私校有相關的法律的時候 很明顯的都在偏袋私校 導致他們在行政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做出真的對於台灣高教 對於台灣私校 跑的一個政策方向 我們原本以為教育部終於在我們喊了一年之後 開始要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仔細看了教育部 訂出來的修法條文 我們可以發現說 教育部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為什麼說他們打假球 我們發現說教育部 所制定的這個所謂 他之後要修法的旋轉門條款 他居然僅僅只有限制 教育部的官員在退休之後 不能夠到私校去擔任 校長 董事長 董事 以及監察人這樣的職務 其實教育部官員在退休之後 他如果要到私校去擔任 所謂的私校門神 他根本不一定需要當校長 他不需要當董監事 不需要當董事長 他可以上從副校長 下次兼任教師 他只要在私校隨隨便便掛上一個職務 他一樣能夠發揮 他私校門神的影響力 能夠幫學校去供取 所有的這種所謂的教育經費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叫做旋轉門條款嗎 我們認為他根本就只是幫教育部官員 訂了一個任意門條款 在去年跟在今年 分別都有一位教育部的高官 在退休之後 馬上就轉往私校 一位去擔任所謂的主任義書 一位去擔任所謂的講座教授 完全不在這一次教育部 修法限縮的範圍裡面 我們認為 我們合理的懷疑 教育部之所以要這樣子打假球 制定一個假的旋轉門條款 其實就是要包庇去年跟今年 分別的轉往私校擔任私校門神的 這兩位高官喔 第一位喔 就是這一位 陳德華前教育部次長喔 陳德華是台灣 教育部數一數二 最資深有關高教師務的官員 他擔任過教育部的高教師科長 專門委員 副師長 都學 技職師師長 都學 教研會執行秘書 高教師師師長 參事 教育部長次 代理部長 申農事長喔 進入所有教育部 跟高教相關的工作 他都做過 今年九月 他就悄悄的 到私校當寫了門神喔 他到大學 華夏可大 他跟講座教授喔 教育部裡面的人脈 教育部裡面的 各種政策影響力 在陳德華的影響運作之下 我相信直到今天這一課 部裡面都還是常常跟他親密 這樣的人 跑到私校去兼職 我們會接受嗎 我們會說這是一種公平嗎 是一種合理的 一種發展的狀況嗎 我們的獎補助款 是不是就這樣子 在門神的運作之下 容易疏通到特殊的對象裡面 第二位 勞邦安 他在教育部紀職師 擔任了四年以上的副司長 過去我們工會 來到教育部 針對永達技術學院的欠興案 高峰技術學院的欠興案 抗議來受理的對象 就是這位勞邦安 在他論內 不但對於這些 失效惡性倒閉退場問題 不穩不穩 到今天 永達的師爭都還在受難 學生錯學 老師失業 結果 這位勞邦安先生 去年八月退休 馬上就轉任 德明科技大學 當的主任秘書和副教授 最近在修實力學校法 工會社會大眾不但提出 實力學校的問題重重 財政問題很多 財務問題 財務納購 應該要增設公益董事 跟勞工董事 這些最了解 私立學校法規的高官 第一線馬上跳出來 反對 陳德華 去認識的大業科大 我要跟大家報告 現在的副校長 陳明映 也就是之前 教育部的主任秘書 教育部的記者是市長 所以這是一整個盤子錯節 教育部高官突然失效的 裙帶網絡 教育部真的要解決 不是解決個案 你們要公布來制定 全轉門條款 目前有兩位新任的私校門神 實際上我們還是要再重申 從去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 兩點訴求 如果今天潘文中部長 真的如他所說 有心想要好好來處理 所謂這種私校門神 私校肥貓的問題 我們希望 我們提出兩點訴求 第一個 我們認為 正對這個旋轉門條款 他們應該要制定一個 全面性的規範 這個全面性的規範就是 只要你是規務員 離退 如果你在職期間的五年內 你的職務 只要跟私立學校 有任何的相關 你離職後的三年內 就不得到私立學校 去擔任任何有幾職 任何有幾職這樣子的職務 第二個 我們同樣要再重申 我們年初的時候 大家就來這邊要求過 沒有任何一位 現任的官員 敢公開的承諾 但是我們仍就要再次提出要求 我們要求所有 現任的教育部官員 應該要公開的宣誓 他們在退休 或離職後 不能到私校任職喔 在修法之前 他們就要公開的承諾 他們在退休之後 不會到任何的私校任職 我們要公開的點名 包括現任的教育部長 潘文中 政務次長 陳良基 蔡清華 常務次長 林滕角 主任秘書 陳雪玉 高教師師長 李彥宜 副師長 朱俊章 記職師師長 楊玉慧 副師長 王明媛 我們要求我們剛剛點名的 這些教育部高官 你們要帶頭做起 不要再像陳德華跟勞邦安這樣子 馬上退休 好 完全無縫接軌 就立刻到私校去任職 其實我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年前 我們就已經提出相同的訴求 那我們知道說 教育部 在上週其實提出了 要修改這個旋轉的交換 但是為什麼 唯獨只有限定說 教育部官員退休之後 只有不能夠擔任校長 董監事 董事長這樣的職務 但我們剛剛已經列出來 這20年來 非常多的教育部官員 退休之後 到私校 其實他並不需要擔任所謂的校長 董事長 或董監事 他可以擔任各種其他 包括主秘 包括所謂講座教授 榮譽教授 他一樣可以擔任門神的這個角色 我們想要問說 為什麼教育部 這個修法只做半套 是不是在打假球 我想 就跟我們部長所宣誓 我們在這個組織法裡面 主動提出來 去新增我們高階人員 退離之後 旋轉的這樣的一個條款的規定 那當然是一個積極的 內部的自我約束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修過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法律的修正 對於這個社會各界 在看待我們的這個相關的政策 以及資源的這個分配 能夠更有信心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這樣的修法 所以我們是非常的嚴肅 也非常嚴謹的態度 來看待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所以絕對沒有所謂的我們 破半套打假球這樣子的心態 公務人員喔 臨時之後 旋轉門條款的一個這個設計 這個要怎麼設計 因為這個涉及到 這個人民工作權的保障 那依照司法司法院設計 第637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他是針對這個公務人員 旋轉門的規定做了一個解釋 那在這個637號的解釋 他揭示了 他揭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是在做這個制度設計的時候 你要考量 當然重要的公益的維護 非常重要 但是另外 對於公務人員職業選擇的一個自由 這兩項法義之間 必須要取得一個橫平 這是637號講的 雖然旋轉門不違憲 但是對於這兩項重要的法義 必須要取得一個很重要 做妥善的設計 不能夠肆意過度的限制 所以顯然是不是 完全無法阻力 私校門神的問題嗎 按照你們現在制定的 旋轉門緩緩 這兩位陳德華跟勞邦安 即便制定了旋轉門緩緩 他們還是可以在私校 擔任他們現在主任秘書 以及講座教授的扶落 這樣子還叫做 不是打假投嗎 中文你提到大法官的試制 那是一個核限解釋 是講說 旋轉門條款沒有違憲 本來法義當然叫平衡 但是為什麼要定旋轉門條款 很清楚 就是要讓公務員的行政上面聯名 不會跟利害關係的人 未來有任何的互動關係 所以才限制三年內不得轉任 結果你們現在是規定 轉任不可以當校長 不可以當董事而已 公務員服務是包括 至少連執行業務的股東都不行 我問你們 當講座教授跟主秘行不行嗎 你們不怎麼看嗎 當講座教授跟主秘行不行嗎 你們怎麼公平嗎 你們覺得不是問題嗎 當講座教授難道不能當門神嗎 主任秘書不能當門神嗎 他難道不能夠到教育部來跟你喬案子嗎 可以 他回來見你這個過去的同事 跟你談一談 不行嗎 我們現在就有 我們整理出來 這麼多個私校門神的名單 我幾乎只有兩個沒有念到 在你們的旋轉門條款制定之後 這21個所謂的私校門神 通通都還是可以擔任私校門神 你們要告訴我說你們的這個限縮 沒有任何的問題嗎 我剛剛所有唸出來 我們要求要立法管制的這些私校門神 通通沒有因為你們修了法 而受到任何的管制 這個樣子還沒有任何的問題嗎 我們想要問的是 教育部究竟有沒有看到我們 舉出這些具體 不論是過去這20年來 這些私校門神 還是去年跟今年分年都要私校去擔任私校門神 都不會因為你們的修法 能有任何的改善 我們想要請問我們今天提出來的訴求 請問教育部有聽到 並且會回去研尼去怎麼改善 去制定一個真正的旋轉門條款嗎 還是你們依然就是要一意的孤行 要去制定一個假的旋轉門條款 但是我仍然要強調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個旋轉門的設計 限制轉隊的那個範圍 設計植物這些選abel的始終 你不能夠制定 合同意完全盡 你不能制定 你無論 duy 到底限制了誰因為常獨的陷阱 剛剛就講都沒有限制 都沒有限制 限制了誰 限制了誰 所以… 你根本無事與阿 我剛剛唸了那麼多人民 我唸到嘴巴都痠了 我念了這麼多的人名 你無視於說你們的假修法之後 這些人都還是可以繼續擔任私校門生 你還是要拿一套假的說詞 說這叫限制他們的工作自由 我們明明也一再澄清 明明這個法 這個旋轉門 也只會限制他卸任之後的三年 三年之後 他可以愛到哪一間私校 就到哪一間私校 僅僅只限制他卸任之後的三年 居然這個樣子 你都還要放寬 讓他們可以到任何的學校去擔任門生 很顯然的 教育部我覺得非常謝謝你今天出來 我想你也不可能代表這個決策權 但是我們很顯然可以從你的回應 我們可以聽到說 教育部今天顯然沒有任何想要改變這個私校門生 沒有任何真正想要處理私校門生的問題